强震重创了东台湾 自然景观也被改变了 玉璃在这一次的地震当中 受到严重的冲击 原本有的自然涌泉景点 洗衣亭完全的干固 市区的圆环水池 水位也只剩下了20公分 居民怀疑可能是地面裂开 水流失了 担心无法回复 成为地震前的模样 希望有关单位能够了解 强震过后 花莲玉璃居民的洗衣亭 怎么一点水都没有 抓起池底的碎石 一点水痕也都没有 地震后的第五天 水位没有回复迹象 洗衣亭是玉璃住民的涌泉 强震过后 周遭地面多处裂痕 已经看不见原本自然涌泉的样子 原本有些居民会来这边洗衣服 现在完全没有办法 因为这次地震 造成地壳有点 就是可能有撕裂到 然后造成可能地下水整个走位 它可能从裂缝整个走掉 然后加上不止这个洗衣亭 我们上面还有另外一个洗衣亭 也是完全都没有水 刚好它也是在 整个地震带的上方 那它旁边的围墙也都整个裂 将近它的那深度看起来 蛮深的 可能有一米多 当地人怀疑可能是地震 导致地面裂开 让地下水流失 才会让洗衣亭的水完全消失 但因为是天灾影响 担心自然涌泉不会再回复 但类似状况还有这里 以前源源不绝 清澈丰沸的地下水 现在确实一滴也不剩 强震也震坏了花莲水脉 民众生活大受影响 记者高双双御震 采访报道